梅蘭的家美麗家 梅蘭美家坐落在吉安與花蓮市交界 距離各大的景點以及交通都十分便利 因为之前我有就是在湖心这个地方 在吉安湖湖心这个地方 开一家也是梅蘭民宿 梅蘭就是我的名字 我就叫做梅蘭 嘘 总给我来这里 然后呢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比较小 才二十坪 然后这个地方有差不多七十坪 然后旁边又有一个农地 然后比较近 所以我就换了地方 那因为这个社区叫做美丽家 美丽家这个名字已经有人取了 所以我就加我的梅蘭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从以前开店就叫梅蘭屋 然后梅蘭民宿 然后现在是梅蘭美家民宿 梅蘭美家有都市性的便利 却有乡野间的宁静氛围 美丽家社区是以地中海风格所呈现 让人由总仿佛到了异国的风情 我这里是吉安湘中山路一段 一百一十五项17号 然后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 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吉安火车站 那有一栋大楼叫三海关 那我们的左边 左边就是往黄温市场 花园也很有名的黄温市场 然后右边呢就是海洋公园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古迹就是旁边 左边的方向有一个旧的烟场 旧的烟场 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古迹 对对对 那芝卡轩也离这边很近 芝卡轩那个公园 有时候你要吃冰的话 不一定跑很远到光木 我们这旁边有一个吉安农会的 就是一个地方 它就是有卖这个冰品 很方便在中央路旁边而已 中央路 喜欢木头手作的女主人 将客厅以巴厘岛与乡村的混搭风格 用心打造出一个度假的好胜地 我是比较随性 就喜欢木头的东西 那有人说这个很像巴厘岛峰 我是觉得我喜欢收藏这个 就是木头的东西 很多原木东西 像这个 我们花莲就是台风的时候 很多漂流木 我喜欢捡一些木头 那花莲就是好山好水 有出产玫瑰石 那我平常如果到这边玩 我也可以带各位到那个十一大街去参观 那边是比较便宜 然后又有原住民舞蹈免费的 在重庆市场那边很近 泡上一壶茶与上午好友 一同享用民宿所提供的饮兵水果饮兵茶 轻松惬意度过悠闲的时光 好一楼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给客人使用 可以在这边聊天 然后喝喝下午茶 然后吃点稀 玩累了 美兰美家有舒适的卧房工作休憩 有精致双人房与精致四人房 简单的摆设 舒适的温暖被窝将带给您一夜的好眠 帮您补充满满的活力 这是新的房子 所以我每个房间我示意求是简单 没有特别很华丽的装潢 但是该有的都有 那个床单我都是用新的 然后干净的 房间内租了卫浴设备外 套房内还有提供洗衣机的服务哦 当清晨第一道阳光扫落进窗内 用完爱心早点后 将是崭新的一个旅程 骑着铁马 穿梭在弥漫着淡淡的花香草香的天月间 将乡村美景尽收眼底 那如果愿意说参加搭配那个一日游啊半日游啊 我都可以跟各位服务这样 一路的旅程回忆成许多的幸福 让您累积更多的幸福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